大家好,我是水母工作室连开尾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中级课程的第二节课 平面不知图 我们首先打开框架了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设计 然后这里面我们是用导入另模图 我们导入平面图 导进来之后我们去设置这个尺寸 比例 760 好,设置好了 我们开始来画墙 我们把这个墙的厚度设成240 大家画这个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啊 整个空间闭合了 闭合之后我们来看这边 这边的墙厚度应该是120的 我们把它改成一边 弧度墙我们给它加一个弧度 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 可以打开这个 困扬了软件 然后跟着我一起做 边看边做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120 啊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拖动这个时候 不好拖动的时候我们就按着这个Ctrl键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彗星图比较大 我们画的这个时间可能用的要稍微长一点 这个是120我们把它改出来 好所有的墙我们画好了 然后我们来加门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单线的一枚 做单线一枚的时候我们也要放这个 在这里面放一个双线的一枚 然后到效果图里面制作的时候我们去替换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墙 厚度改一下 好 好 好 放窗戳的时候 我们要用这个来发 调伤了 这个大家如果要是做户型的话 很熟练的话 这些课就可以 大家可以把它跳过去 因为这一个主要是讲给一些新手 做平面不值不太熟练的新手来看 有个点 我们双击把它削掉 好像削不掉 削不掉 我们先把这个 墙给它删掉一遍 把它拖过来 把它变成垂直的 把它拖过来 把这个也删掉 然后重新建一个 尺寸改一下 弧度给它调一下 我们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 漏放的地方 这个地方黑一个 没 这边是以美 微信件的单开没 然后它这里面有许多是承重墙 我们也要按照这个来给它标注一下 承重墙 这里面我就不一一标了 因为它承重墙不影响我们做效果图 承重墙的话主要就是 后面我们做 就是做页主有些地方要改动的话 我们也考虑承重墙的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管道 我们把这个管道的给它画出来 然后我给它重新命名阳台 所有空间全部都命名一遍 客戴厅 客戴厅 住房 多工作室 出屋烟 主 不如是衣柜 老铁房 老铁房这里面没有 我们自己命名 混音图就画好了 我们下节课来讲 就是家具的布置 来锁 膝蓮 字连美 涨 老铁房 都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